不過的話,稍微來瞭解一下 我剛才那個上次的部分 第一個 我把這個簡報再剝一下 環境部分 因為我們在上課 我講過是用 Eclipse加上 Punket環境 跟那個 開玩的Ideas 後來我 我稍微看一下,我發現 因為之前跟各位講 你們要用JSP JSP 它是屬於比較早期的技術 現在如果開發的話 通常會用ServerLates ServerLates還有版本的問題 ServerLates已經到 3.0的版本 上次朋友問到 Java JSP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這個感覺 其實打個比方就有點 像跟那個 ASP跟ASP 之間的觀念 差不多 也就是說,因為後面 後面的新的那個 技術的話 它基本上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 比較完整的 物件導向觀念 那早期的這種 JSP的寫法 比較像是Squib 有點像是 文稻式的 所以 早期那個ASP也是一樣 那如果說你寫簡單的東西 其實還OK 可是你如果要寫複雜一點 或者比較大型的端子 用 JSP來開發 也不是說不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 問題會比較多 因為 在我們早期 為什麼ASP 現在幾乎沒有人在 開發新的端子 沒有人在用ASP 一定是用ASP 單內的 而且會用C-Sharp 主要原因第一個 C-Sharp 這語言 當然基本上 跟JSP的相似度 基本上 至少有七成左右 也就是說 它主要 比較接近是 那個物件導向觀念 第二個的話 它當然 將觀的支援度 還有這個整個架構上面 也非常完整 那也就是說 Servate 它走的趨勢也不一樣 那現在最新的版本 是到3.0 那當然你說 我們上次的 這個ASP 能不能把它改成JSP 當然也是可以 當然 不用這個Servate 來寫是OK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 課程 當然還是以 學最新的技術為優先 你不可能說 你 電腦這個領域 其實 治癒領域其實 沒有考古的 沒有考古的 舊的技術 不合用的話 慢慢你會發現 就沒有人用 所以早期的一些技術 慢慢就沒有 那我們這個 這部分是用Ecanibus 加Toncat Ecanibus Ecanibus 4.2 Toncat 7042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Servate Servate Servate 這個程式部分 各位可以發現 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view的概念 這個view的部分 我們將來 會有一個 UIL Mapping 那Mapping到哪裡呢 實際上這邊有一個Map 它有一個view 也就是完整的實現 MVC 架構的觀念 那如果說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用VG 就沒有辦法這樣 用MVC的架構來做 第二個的話 你會發現 剛開始就是Extence 它有一個Extence 它這個class名稱 後面的話一定是Extence HTTP的Servate 所以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用 既成的觀念 那既成一定是 既成HTTPServate 那裡面的話 一定會什麼呢 一定會實作一個什麼 DoGet 和DoPause 那從這地方的話 可以取得 Client1的Request 跟Response 所以從這邊 你會發現 這個基本上 跟我們前面Java 組織 跟導幹觀念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說你用JSB來鑽寫的話 你會發現不是 一下子有什麼標籤 百分比的標籤 然後開頭這邊 那邊 那邊 沒有發現 這樣的程式鑽寫 基本上 不是很恰當 但是因為早期的 這個 舊版本JSB 你們現在看到的書籍 基本上也是 坊間的書籍 有一些舊版的 它還是用JSB 舊版的方式 來來鑽寫 那當然可以參考一下 可是最後呢 你的目的 還是要把它改為 這個SURBLED 那裡面的話 有些 第三個是設定 這個回應的內容 另外的話 有幾個 就是說 輸出的物件 這邊 輸出物件的話 我們會多一個 這邊會宣告一個 就是 用一個PrintWriter 的一個 這個類別 然後這類別的話 有一個Out 我們宣告一個Out 物件 或者實際上 你也可以直接用Out Out的物件 也可以 我印象中 在這個地方 其實不需要 Out的物件 本身 就已經是 隱含在 交換類別裡面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們 宣告 我們用PrintWriter 或者Out的物件 其實都可以吧 那這邊的話 我用什麼 Respond 點 GetWriter GetWriter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相關的訊息寫到 Konightone的 這個畫面上面 那裡面的話 我們Write 比如包含HTV 底下這個部分 Write 實際上就寫到 寫到Konightone的 Write器上面 那從這邊到這邊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這邊 HTML開頭 然後一個Head 一個Title 一個Body 那Body裡面的話 就是直接跟 我們Konightone說 SayHello 那Hello 部分的話 重點就是這個Name 這個Name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Name的部分 取得 取得 取得之後的話 可以把它Run出去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呢 你可以丟一個 丟一個參數 那這個地方 丟參數 怎麼來的 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Stream 的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 是一個Name 這個Name的話 可以丟給它 當然預設如果說 你直接Run它的話 當然呢 這個地方 它沒有東西 用我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取得的話 這個Sample裡面呢 就是什麼 從這個地方 我們Name 我們後面可以加一個問號 那你會發現 前面這邊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View 它的View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透過 UIL Mapping Mapping之後的話呢 在那個 在那個 UIL上面看到的 這一個名稱呢 就會是 我們Mapping之後的 這個View的名稱 就不會是 原來的那個 ServeLate的名稱 然後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問號 那一個Name 參數名稱的話 就給它一個這個名稱 那傳過來之後 這個名稱傳過來之後的話 那將來 Show Show在畫面上面的話 就會是什麼 Hello 本來是Nore 現在就把它 加上一個這個名稱 然後傳出去 所以這個地方 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一個 第一個Sample 這是我們上次上課 講的第一個Sample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 關於 ServeLate的這個 這個API部分 都可以稍微記一下 因為將來的話 可能再選擇 因為最後我們還是一樣 在期末 因為上次 在Gramark 結束會有一個 期末測驗 這個期末 也會有一個期末測驗 加一個Sample發表 所以你們簡單 再去思考一下 我們交的Sample 裡面 你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一個主題 比如說你可以 簡單做一個什麼 像 微網誌啊 或者是一個什麼 電子購益物的 簡單的網站 你不要做很困難 因為我們才 三次上課 你不可能 就搞一個很大的專案 你不要 不用想 你就是弄一個簡單的 一個Sample就可以 但是Sample 你也不要太簡單 就是把你的Sample 再複雜化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期 這個部分 結束 還會有一個測驗 測驗 基本上 我看看 要不就上機 實力實作 像上次是實落體 也許 不然我就改成 選擇體 反正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最後一次 就是上課會這樣的策略 然後 也交一個 小型的專題 小型專題 不用太複雜的 不要壓力太大 因為我 看一下現在 剩下 這個 八個人 自然 是自然淘汰嗎 算了 像這樣的東西 都真的 你要真的有 有 有 有興趣它的辦法 而且你真的 這東西要 要懂 而且真的要很花時間 它一個小 小問題 都是一個大 大關鍵 當然你也不要 最怕就是 你知道 就是 鑽牛角尖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 剛開始學習 要不求聖結 學習 神聖聖結的時候 剛開始要不求聖結 我的觀念是這樣 因為你剛開始 你一定不懂 那不懂的話 你就把它放在心裡面 或者把它記下來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找答案 我覺得慢慢你可以 就是去 各種方式 其實有的時候 我幾乎把 去書店 當成是一個習慣 每個禮拜 都一定要去一樣書店 你說 看這種東西 新的Service 3.0 新的技術 你說我 如果不update的話 那我還是跟不上 我還是不知道 所以像很多學校 現在教的 還是在早期的 那個 最早的 Squip那種方式 那實際上的話 跟現在業界要的東西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這裡的話 有關Service API相關的類別 裡面總共有幾個 總共會有這六個 所以各位也稍微記一下 然後它 這地方要做import動作 所以各位可以在最上方 會有import import哪一些呢 一定是Java X 這個X的話 基本上是extense 它不是原來Java的主類別 而是extense 延伸出去的類別 裡面有點什麼呢 severlator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裡面 有個子套 有個子類別 子類別裡面的話 有這五個 分別是什麼 severlator exception 第一個 顧名思義 在處理什麼 處理例外事件 例外事件 例外事件要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webseverlator 第三個是htbseverlator 然後第四個是request 第五個是rerespond 所以你會發現 主要其實應該是在 第四跟第五這個用的最多 因為呢 其實你不外乎就是 其實主要是處理什麼 剛剛一端的request 跟rerespond 你跟user做一個互動 所以這幾個我想這幾個大概 稍微記一下 另外就是說呢 你要把它引用進來的話 在Jama裡面呢 你要有這些API的話 一定要做這個 把它引用進來的動作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Library 你們在專案的結構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Library 這個Library就是它的 這個函事庫 這個函事庫裡面 一定要有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通常你會發生問題 就是最下面這個 最下面這個Library 最下面這個 這個Library的話 叫severlator.dashapi.jr 那這個檔案的話 實際上是從 這個API的 這個Library裡面 都取得 大概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沒有這個Library的話 那你當然RUN 會有問題 因為你一RUN 會發生什麼樣呢 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你們那個 每個專案裡面 應該都會有 這個專案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是從 這個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 展開來 然後裡面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 RUN 然後有一個Library 各位可以看一下 Library裡面的話 有這麼多 然後有包含就是像 Toncat裡面包含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應該 Servilator應該是放在 這個應該是放在什麼 在這個裡面 這邊有一個 Servilator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在resource Java resource裡面的Library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這個Library引用 在那個 Java設計裡面 也非常普遍 因為你如果 外部引用 任何的Library 凡是酷的話 都會從這個地方 進到裡面 所以這我想 各位稍微看一下 了解一下 它一個 相關的架構 Library裡面 去找找看 那我們是放在 Toncat裡面 所以你可以從 Toncat裡面去找找看 那關於HGVServilator 大概也了解一下 裡面有哪一些 哪一些方法 比如說像 Dou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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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常用 還有其他的 我想大概有一個觀念 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生命周期 然後呢 有關HGVServilator 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是我們 有個Service 這個Service裡面 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請求方法 然後呢 裡面的話 有一些Manser 那你也可以去判斷 比如Manser 如果是GAT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是其他 哪一種方法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情 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去做一個判斷 從Service的方法裡面 去做判斷 那這個地方 再來就是 使用 AtWaveServilator 這個我想 你舊的書籍裡面 都沒有說明 這是Service 3.0 則使用標註 那這個地方標註就是說呢 我們 會有一個Mapping 我們不是最後 會有一個 這個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話呢 也就是說呢 最後我們這個Service 可以Mapping到一個名稱 那我們在前面 辦例裡面 都講 最後可以把Editor 後面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View 這個.View的話 或者有些書 是點注也可以 就是這個名稱 沒有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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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形式 但是一般我習慣用點View 那這個點View的話 就是將來 你秀在UIL上面 那個名稱 這個是一個Mapping 也就是完全符合MVC的架構 它是一個View 它是一個View 那這邊的話 也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在程式碼 前面開頭 都會有什麼 Add ServerLess的部分 我也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們寫的 像我們這邊的話 也有一個 我們之前的這個 之前寫過第一個 第一個Sample裡面 比如說這邊的話 Cursor 我們有一個叫 Cursor ServerLess 然後展開來之後的話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的Source 我這邊有寫了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Hello 的部分 這個 打開來之後 Hello ServerLess 那這個地方 前面一定都會有 Add 這個Web ServerLess 那你後面的話 就會加上一個名稱 那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我們 這個也是我們自己 加上去的 那這個是3.0之後的 一個標 這個一個 標度的形式 大概有一個概念就可以 那這個名稱 除了可以在這邊 標度之外 另外呢 你也可以自行產生 一個在Web.xml 也可以在裡面做標度 那這邊的話 也是使用Web.xml 這個檔案呢 不會自動產生 你要自己去產生 那產生之後的話 我這邊應該有 我看一下我這個 Sample裡面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通常是放在Web.xml 通常是放在Web.xml 這個Content裡面 或有一個Web.xml 那這個裡面 我就在 Web.xml 那這個Web.xml 那這個Web.xml 有一個基本的架構 這個這個基本架構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 去產生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就是 它的標籤形式的話 第一個當然定義 ServerLater 那ServerLater的Name 它的名稱 比如說我們叫做 HelloServerLater 那底下的話 會有一個 這個class的名稱 那通常這個地方 那有一個 Domain的架構 然後再來是 OnStop的 Load 然後再來一個 Mapping 主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把Mapping 寫在這個地方 Mapping的參數的部分的話 除了說 用那個標籤的形式之外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定義 也就是在這個Web.xml裡面 去定義這個名稱 這個是用Web.xml的方式來做 那裡面的話 相關的描述檔 大概了解一下 當然這部分的話 Web.xml 不是必要的檔案 不是必要的檔案 這個一個 一個project裡面 你也可以自己在這邊定義 然後 它會覆蓋這個 ServerLater中的標誤設定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 有Web.xml 也有這個標注的話 那以哪一個為優先呢 有標注有沒有 然後又有這個 兩個都有的話 特別是有 通常會以什麼 Web.xml 為優先 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它會先看這個有沒有 有的話先用它 沒有的話 再去看標注 OK 然後呢 可以使用標注來做預設值 然後 Web.xml 來做之後修改 所以 如果沒有標注 就是 沒有Web.xml 就用標注來當預設值 大概有個概念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 相關的對應 其實找出 註冊的這個 這個hello 有的叫點View 有的時候 有的書上是點度 那找到之後 對應到的網址 對應到的名稱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 對應關係而已 再來的話 根目錄部分 各位可以在每一個 發角 每一個專案裡面的話 也可以去設定 什麼它的根目錄 不過一般預設當然就是 以專案名稱 當成是它的根目錄 所以 我們的網址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名稱 目錄其實就是 網址的目錄名稱 其實也就是專案名稱 但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做修改的 那修改的方式的話 非常簡單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名字按右鍵 專案上按右鍵 有一個 Properties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什麼 叫做Web的一個 發角的 這個一個 設定 那當然 它會用這個 當成根目錄名稱 不過這個部分呢 你也可以做一個修改 如果你修改這個地方的話 你的 根目錄名稱 也會跟著修改 是直接在專案上 右鍵 這個Properties 稍微做修改就可以 OK 那其他的話 這個是也是 Web.xml裡面 有三個名稱 UIL的一個 這個 Pattern 然後 Pattern 它的邏輯名稱 跟它的 註冊名稱 跟它的實體名稱 在這地方 會做名稱的設定 另外的話呢 它的組織架構 一個 專案裡面 一定會有 Web Info 裡面的話 就會放一個 這個所謂的 Web.xml 一個部署的描述檔 然後 Library 你如果說有 額外的 Jar 檔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另外的話 有Class 檔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那 Others 其他的相關專案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Others 的目錄裡面 那 最後的話 也可以做封裝 封裝成一個名稱 叫做 WAR WAR 那如果 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Toncat 裡面 這地方有的這個 這個目錄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壓縮 可以做發布的動作 OK 然後再來的話 URI 部分 那這個 URI 的部分呢 它的 它的 總共會有三個訊息 包括 Context PASS 跟 ServerLate PASS 跟PASS Info 總共會有 環境路徑 ServerLate 路徑 跟路徑的相關資訊 然後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取得呢 可以用 HTTP 的 ServerLate Request 裡面的 Get Request URI 的這個方法去取得 這個好像我們上一次上課裡面有練習到 有一個練習 練習的話 就取得 取得相關的訊息 這個部分的話 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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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這個範例裡面 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就是 我們可以取得什麼 取得從哪個地方 特別注意這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取得 這個 Get Request URI 把它秀出來 那這個 從哪邊得到呢 從 REQ 的 這個 其實就是 request 實際上就是從哪邊的 從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 從外部的傳過來的參數 這個參數 是由 HTB Server Request 傳過來 傳過來裡面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可以用它裡面的方法 叫 Get Request URI 然後呢 Context PASS 跟 ServilePASS 還有PASS INFO 會有這幾個東西 把它秀出來 這個是我們上次上課 那各位可以看到 秀出來的結果的話 就會是怎麼樣的 第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Request URI 它包含什麼 包含這三個 1 2 3 然後這三個 有些 第一個的話 是 Context的PASS 有沒有 我們第一個就是 Context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 ServerLator的PASS 的路徑 第三個的話 就是 這個 這個ServerLator的一個 相關的PASS INFO 會取得 這相關的訊息 那這個訊息 那這個訊息部分的話 將來也會有可能會用到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從哪邊去取得 那再來的話 相關目錄結構 我想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 WaveInfo 部分的話 有這些東西 剛剛有提過了 OK 然後 JAR 檔部分 可以用到JAR 檔 我們可以 在 可放置 SULATE JSP 指定的 相關檔案 然後也可以放 可以在JAR 檔案的 這個 Meta Info 的檔案裡面 放置靜態的資源 或JSP 等等 也可以利用JAR 檔的方式來做 其他的話 我想 內別的尋找 因為剛剛有目錄 OK 那其他要看頁面 再來的話 這個叫 Web Fragment 這個Web Fragment 現在一般比較少見到 不過將來 我覺得這應該是未來的趨勢 因為在一個 Web 檔案裡面 它有一個 Web Fragment 把它分一個 一個 一個 section 一個一個 section 這是3.0之後 制定的 Web Fragment 大概了解一下 有一個區段 這個區段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從Web Fragment 這邊 定義這個區段 所以說 一個 一個 Servalate裡面 就可以放置 好幾個 Fragment 大概 大概了解一下 比如說3.2.1 或1.2.3 你可以定義 一個檔案裡面 一個Servalate裡面 的 Fragment部分 大概了解一下 其他的話 我想 各位可以稍微看 那上次的課程裡面 我們有讓各位做一些練習 就是說 同學比較會 confuse的部分 就是說 比如說早期的開發方式 跟現在新的開發方式 到底有什麼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舉一個例子 來看一下 比如說 這邊我舉一個 像 各位畫面上面 我先把它弄起來 就是這樣 早期的那個 開發方式裡面 比如說 我今天要設計一個什麼 我先把那個 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看一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Sample 比如說 各位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我把它弄起來 第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 某一個訊息 這個是前端的一個FORM 這個FORM的話 我按一個Summit 上面有個Summit Query 我要查詢 比如說我可以把這個訊息 這個訊息 是一個字串 然後把這個字串 傳遞到 這個下一個 就是 傳遞到 JSP 就處理 那傳統的方式 大概類似這樣 我按一下 Summit Query 那這邊的話 會顯示 假設我今天 要顯示什麼 Hello 然後把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剛剛提了 魯老師 然後底下的話 試試看 奧子物件 把這個訊息給秀出 實際上這個是比較早期的方式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也就是第一個 各位要先 會做什麼 表單的部分 那表單呢 就是基本的HDM 有理法 所以第一個要做表單 第二個的話 我如何從 JSP 裡面 取得 什麼呢 取得傳遞過來的 這個參數 所以這裡的話 基本上 各位稍微記一下 這個畫面裡面 等一下請各位 就是說 先新增一個 你在我們上次專案裡面 就可以直接在 更目的底下 這個叫一個 Web Content 那如果將來 各位要在這個地方 建立一個 比如說網頁 或者是一個 JSP 的檔案 都可以從這個地方建 那建立的方式 按右鍵 你有一個什麼 第一個呢 請各位 一個HTML 一個File 那這個File名稱的話 比如說我這邊 取名字 叫做 Greeting 就是或者 前面加個01 我們第一個範例 01 底線Greeting 或者Greeting 都可以 然後按 直接這邊把它改一下 Greeting 直接把這地方 點HTML 那這裡的話呢 我放在是 Web Content裡面 下一步 那這地方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些東西 包含就是說 上面的那個 相關的 Type 的定義 然後HTML開頭 然後一些 Head 開頭 這個我想它都自動幫我定義好了 然後一個Finish 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相關的 我要的部分 那我把這個地方打開一個 那其他部分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不要是這個地方 在這裡面的話 這個是HTML的設計 一定會講到的 就是一個 如何製作一個表單 那表單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呢 裡面要包含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Fone的 開頭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 定義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呢 它的Mensure 這個Mensure 部分就是它的方法 那主要只有兩種 應該都記得了 然後 第一個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Greeting 第二個是什麼 Pause 兩種方式 那 上次上個也講過 這兩種方式的差異點在哪裡 所以 然後 後面的話 一定會加一個 標籤叫Action 那這個Action 就是說呢 你要丟給哪一支 JSPG幫你處理 也就是說 這個有一個 有點像 今天 有點像打棒球一樣 我今天 球要傳給哪一個 比如說 如果我要從本壘要傳到一壘 那你就告訴Action 就是一樣 就是一壘 它就是要傳過去的那個 目的的一個 接收的一個 JSP 那 後面名稱 因為我等一下要再增加一個 就是01底線 Greeting.jsp 所以特別注意 而且要放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你不能還有一個 目錄裡面還有一個 資料夾 如果有一個資料夾 你就要在 前面再加一個資料夾 名稱 那當然這個地方Action 有的 有的那個 programmer 會把它寫成 絕對位置 前面就要講 HTTP 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 在位置上面 除非你已經固定了 否則你練習的話 還會用相對路徑 會比較薄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 後面會有兩個 Input Type 一個Input Type 是Test Test 指的是一個 Test Box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 預設詞 Value 就是吳老師 或者你的名稱 然後Name 的話叫什麼 Name的話叫Data 然後有一個 Input Type 叫做Summit Summit 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增加一個 Test Box 加一個 Summit 然後最後結束這個 FORM 這樣的話呢 就會做出一個 表單出來 這個是最簡單的 如果將來各位要做表單 都是一樣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那個 什麼 也有人是透過像 Juneweaver 來做 做一做再把它 摳過來是OK的 因為在那個 Juneweaver裡面有 圖形化介面 你把它拉過來 然後再參考Source 也是OK的 或者甚至有人是 把他 就這個兩邊 有一些 透過圖形化開發工具 當然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第一個 表單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表單做 那表單做完之後 我怎麼去接收 而且秀出 有點像我今天訊息 丟過去了 那我要怎麼把它接收到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各位來看一下 這邊第二個Sample 第二個就是 它的畫面 要接收的話 那接收部分的話 這邊 看一下 把這個 我會把它拍照下來 你看這個 比較清楚 那再來的話 請各位新增一個 JSP的File 那JSP的File 那JSP的File 新增的方式 也非常簡單 那之前 你們也是一樣 在 WebContent上面 按右鍵 這邊有個New的 New 一個什麼呢 JSP的File 那JSP的File 名稱的話呢 各位 我這邊是取一個 01底線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取一個 這個名稱 按一個Finish 應該就直接Finish 就可以了 Finish之後的話 Finish之後 OK 謝謝 那裡面呢 有一些 它已經幫你定義好的部分 都非常最基本的 然後Finish之後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 OK 好像比較清楚 然後呢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基本程式 有哪一些呢 基本上 上面部分都不用考慮 開頭部分給它一個 比如說叫Greetings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這個是比較 用什麼方式呢 用比較傳統的方式來做 那裡面你會發現呢 如果用JSP 傳統的方式來做 就是用Script的方式來做的話 它一定要什麼 在Server端去Run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標籤 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一個小於百分比 那結束的話呢 是一個百分比大於 也就是說呢 程式的區段在這裡 這種寫法 跟那個早期ASP 或早期PHP的寫法 如初一側 一模一樣 這個是一個 比較文稿式的 撰寫方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 我們一樣會取的一個S 那這個S的話是從哪邊取的呢 那這個S的話是從哪邊取的呢 一樣是從什麼 request 所以你在 Gatebytes 後面呢 請注意一下 你不能用 很多書裡面是用Bigby 如果你用Bigby 過來的話 就完了 Run 所以這裡的話 就要用一個ISO-8859-1 然後後面傳過來的也是UTF-8 那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做 如果沒有做的話 應該會是亂 應該是亂 那取得了之後的話呢 它會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一個Name 存在這裡上面 然後 後面的話 就是Hello 那把它秀出來 就秀出來的方式是什麼 就這個 就是一個 也是一樣 小於百分比等於S 然後一個百分比大於 就是把這個東西秀出 S的參數 因為 要秀層次的話呢 一定是包在裡面 那最後的話呢 在 Queen的出去一些訊息 比如說我希望在AUST裡面呢 點Green Line 然後把這個 後面加上什麼 試試看 AUST的武器 然後這邊的話 把它秀出去 看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樣 就是像這樣子 應該可以理解 看一下 好像上一個 這個類的那邊 的